瑞税低热温泉的资源丰富区域广大 成为了绿能发电企业厂商的首选 八方能源科技厂配合政府的绿能发电 预计在瑞税乡的瑞祥村 筹设开发地热发电厂 30号的下午 特别在预定地先行召开了筹设说明会 执行长张明富表示 预计装置容量10万千瓦 未来可供电力约8000万度电 可以提供花莲地区3万人左右的每年用电量 政府积极开发台湾绿能政策 从光电水利风利到地热的开发如雨后春笋 瑞税低热温泉资源丰沛区域广大 也成为了相关企业厂商的首选 八方能源科技厂配合政府绿能发电 预计在瑞税乡瑞祥村开设地热发电厂 装置容量是10MW 那它年发电效益 以目前的ORC的这种发电设备来讲 它一年大概可以发8000万度电 那8000万度电量呢 它等于太阳能呢 大概是80公顷的太阳能光电的一个面积 所发出来的电量 等于是说呢 我这边才一点几公顷 它发出来的电是等于太阳光电80公顷的发电的效益 或许是受到了万荣乡红业村民反地热抗争的效应 目前仅在重设阶段的地热电厂开发案 业者就先行邀及地方三公所 社区部落协会以及在地居民召开筹设说明会来沟通 执行长张明复也强调 以地噪音专探机器开挖 并采用ORC双循环形式的地热发电厂 杜绝污染的发生 达到对环境最友善的基载型地热发电 我们这边没有硫化性的问题 就算有的话我刚刚也跟您报告 我们在厂里面我们会设置我们这些气体液态分离的设施 就算有这些气体出来我们不会让它排出来 也是在我们把它回收回去处理 这个是我跟您保证我们的厂一定会做这个设施 那另外就是说有关于什么重金属 因为我们不排出不排嘛 我们没有排放其他的东西啊 地热气体的水汽上来 我只是把它的热做热交换完毕以后 原汁原味全部灌回去啊 我没有把它排放出去啊 下午的筹设说明会场 八方能源科技执行长张明复指出 地热发电厂占地1.9公顷面积 预计装置容量10MW未来可供电力约8000万度电 约可提供花莲地区3万人每年的用电量 不仅提供在地基载电力供应的多元性 也有助于解决供电末端的缺电问题 让瑞税地区成为台湾绿能地热发电的领头羊 为环境的有序经营发展 记者时宇蓝瑞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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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